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这个车主分享史多拿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个车主 开的是在路上能进度蛮高的一个 SUV C-Segment SUV 来的就是 Honda CR-V 了 不过我今天找来的这个车主啊 我本身是蛮兴奋的 因为我平常都很常看他的视频 他就是科技达人 Bernard So 哈喽大家好 我是Bernard CK 然后非常感谢小明可以让我荣幸来到这个 Automatic 车里面 是我的荣幸 不要讲不要讲 然后我本身是驾这个 Honda CR-V 1.5 Turbo charge 的那一个 So Bernard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当初会买这辆车 呃 故事有点长 但是我 长话短说 其实我原本是很喜欢 Civic 的 我先讲一下我原本是驾这个 Honda City 的 然后我就想换 Civic 因为很帅样子 因为它是跑车型的 所以我就去看咯 然后去看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女朋友讲 我只是看罢了 所以他就讲 OK 啦 你不要冲动 因为我很冲动的嘛 然后我就去看 然后就在 Benz 我 Test Driver 是那个 Civic 然后看一看下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要不要看下这个 CR-V 我也不懂 他就带我去看 CR-V 罢了 然后一看到 CR-V 我就 好像 Touch 到我这样子 因为它里面是不是 就是它有那个 Fake Wood 啦 那个假的木 这样子 因为平时他们是用 Chrome 的嘛 通常啦 通常嘛 但是那个是用那个木的材质这样子 整个感觉就好像 哇 很有闲 比较 Attached 一点 哦 比较 Attached 一点 然后又想 C-V 的话 有几个朋友有了 OK 啦 CR-V 不错嘛 然后就 从看一看就开始 那个 Ohm Salesman 很厉害啦 我们的 Salesman 所以是半推半就 现在你就不小心买到 CR-V 了 哦 然后我就讲 OK 咯 然后就给定金那些 然后 然后我就跟我的女朋友讲 因为我忘记了我女朋友 我就跟他讲 我给了定金这个 Honda CR-V 然后就吵大家 为什么吵大家 他就讲你做什么 你做事情这样子 就骂咯 一直骂 然后我又 我也是很冲动这样 心里变态这样 拿着那个 Honda CR-V 的那个 Spec List 去到它的公司 那边吃午餐啦 你看这个有什么不好 Leader Seed 的你最喜欢的 然后又有这个有那个 而且它的门可以90度开 我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是要 哦 就这样子 然后就吃好饭就没事了 所以我就觉得 OK 啦 误打误状买到咯 然后但是买了之后 他看到车之后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 很喜欢啦 不过你其实那个时候 你本来就已经是有打算要换车了 打算要 Upgrade 还是只是 纯粹这样子 五色五色咯 新洋洋这样子啦 因为我女朋友也是刚好那时要找车嘛 嗯嗯嗯嗯嗯 所以我就 我换 CR-V 然后 CT 就探用 哦 你把 CT 带给他啊 嗯嗯 OK 所以可能你这辆车买了多久 嗯 大概一年啦 一年 接近一年啦 嗯 可以分享一下吗 和这辆车的点点滴滴啦 就可能包括你和他的故事啊 然后可能有喜欢他什么不喜欢他之类的 分享就咯 嗯 OK OK 嗯 OK OK 所以我买了这辆车快一年了嘛 然后一刚开始的时候 拿到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习惯的感觉 嗯 因为他那个视觉那个整个view是跟我之前的 City 是不一样的 因为好像有点像是庞然大雾啊 有点夸张到不 是这样的感觉就坐上去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的身形我发现到是 很像别的车都是这样子下来的嘛 他的是这样子上去的 嗯哼 就是他的那个bonnet那边啊 Yes, various contactedwise. ョ 他那个bonnet上面是有一点弓的 所以整个感觉就好像 整个感觉也不一样 看起来感觉是一样的 So, but,它有 sensor 那些啦,前面那些,如果你靠近那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因为怕它是 SUV,然后你不敢买 但是你很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不用担心啦 因为 For CR-V 的话,它有 sensor 那也会帮的啦 所以是跟你驾小车,差不太多 因为还是一样照发道的这样子 而且其实它的那些 steering 那些也不会讲很重还是什么 就是你在市区开其实也是蛮帮的 对,它看起来很像很笨重这样子 其实它全部东西很灵敏 对,都很适合 City Drive 对哦,然后尤其是出 Root Trip 的时候 跟家人真的是很舒服那种感觉 然后它 Boot 那边也是够大,然后就是可以一次过转完全部东西 我不懂啦,我会莫名其妙开心,你懂吗? 我看到塞到很多东西,我很光荣,虽然没有人称赞 很有成就感 你们还有什么啊?来,上上上上 因为我家庭有六个人嘛 我兄弟姐妹就四个了 哦,所以你们基本上有出门的话就是这辆车搞定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不是跟家人住啦,就是有回去的时候去玩的时候那种感觉 哇,这方面我觉得 CR-V 其实是蛮胜任的 因为加上你该讲那个 Boot 其实是很大,算是同级中最堅的那个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原本是蛮 kick 水的东西啦 因为我觉得年轻的 Boot 大家选 对,我就奇怪为什么你先开 Civic 然后最后你买了 CR-V 对,但是到最后还是会选 CR-V 因为也是想到家人那一方面 我家人比较多嘛 如果我真的是买 Civic 的话 回到去的话可能就五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要驾车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CR-V OK 啦 那你在买这个 CR-V 的时候啊,其实你有看其他的 可能同级的对手吗? 还是只是纯粹就是 Honda 有看下 CX-5 啦,但是没有去很研究啦 但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空间啦 就比较窄啊,尤其是后面那一边 但是它是 Grand Premium 啦 对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只是讲空间吧 的确是 CR-V 比较厉害 我也是很喜欢 CR-V 的那个 Dashboard 全部也是很有前卫 科技很前卫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不一样啦 那个是莫隆 Continental Car 的 Note Style 这个是很热系的 Premium 这样子 就比较热系的一个设计 但是到最后想到的就是 Honda 咯 因为也是有二手 Value 嘛 听爸爸妈妈 老人家都会讲要买车 不过这个一方面也算是事实啦 就它的二手架的确是硬了一点 所以就是到最后选择了这个 CR-V 这样子 OK 那 Bernard 你既然是身为 你叫我不要叫你科技打人 可是我还是要叫科技打人啦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嘛 你从你这个科技方面 这个角度去看这台车 你就它的配备那些 你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嘛 加上你又是这个果粉 全程上都是苹果 没有没有 你应该有用它车上的这个 Apple CarPlay 咯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感受吗 没有啦 其实是这样子的 原本我是没有用 Apple 的产品的 然后我是用 Android 机 然后为了银河的这个 Apple CarPlay 我就买完全部 Apple 的产品 委屈欸 没有啦 请笑我 请笑我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它的那个电子仪表盘那些啊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很大的屏幕那一边 我是觉得很帅的 然后 真正我是真的是之前是用 Android 的 然后我是用了 Android 的 我也是已经看到很满足了 已经觉得很美了 嗯 然后他们就讲如果你是放 iPhone 的话 就是整个东西 可以直接把那个 screen 对 就很像 iOS 的 System 这样子 所以过后我就是 iPhone 的咯 然后就 end up 是 哇 真的是更好看嘛 真的这样子 好用吗 方便吗 好用很方便 就是会习惯性依赖这一个功能这样子 嗯 因为以前我们是很像开了电话ways 然后找那种吸铁的 还是夹的嘛 那现在你又可以同时 charge 电话 然后就可以 开ways 开格那一些 所以我会觉得 呃 又安全然后又方便这样子的东西 我会觉得很好的一个功能 对 那本的你 你开的这个 CR-V 是 1.5 Turbo 的吧 对 你是为什么会选这个车型呢 还是因为它有 Turbo 的关系呢 还是 有力还是 为了追求那个动力呢 还是 没有啦 其实因为我不太懂这种车的东西 首先就是 呃 很肤浅的 看下外观觉得美 就可以了 所以一开始我是看那个 2.0 的 嗯 所以我很感谢我那个朋友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很激励反对 我就讲 哎 我买了 CR-V 耶 2.0 的 他就讲 讲 你有问清楚是 2.0 还是 1.5 TC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就跟他讲是 2.0 的 他讲不要啦 2.0 没有力的啦 Under Power 的 就一直跟我讲类似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还是很 Chill 这样子跟他讲 你要懂我是 不驾快车的人 然后我是 很 Chill 那种慢慢啦 这些对你来讲不重要啦 啊 就对我来讲不重要 你不要杀啦 你就一定要拿 1.5 TC 的 因为你要割车那些全部啊 不爽的 然后没有力那种割不到这样子 反正我就不懂他在讲什么啦 到最后我有听取他的那个意见啦 然后就买了这个 1.5 TC 的 然后我也是觉得 好彩啦 不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没有需求啦 可能就是我之前驾车 没有那种动力这样子 所以现在 在动力方面我是觉得 很有感觉啦 就是我一踩那个油就上了 就是我 WUM WUM 这样的感觉 而且呢 速度上的蛮快的啦 速度上的蛮快 所以我觉得各方面 你可能 daily drive 你可能要隔车啊 上斜坡这些 在这里加热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 不会有动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我不懂啊 很像我买车 我每次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只要上云顶是很好上的就可以 那种感觉 这个是很多嘛 对对对 会有一个自动这样的 对对对对 用这个上云顶来 评断他的这个表现 如果你上云顶都没有力 就还是一样 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那种feel 所以那so far 这个1.5tc 是在动力方面 可以满足到你的 我觉得是ok啦 但是它是 你一踩下去 它是没有很像铁背这样的感觉啊 对因为它这个是用 CVT的变速箱 所以它是比较一个平顺的感觉 对是这样的 因为它 因为你首先 对Turbo感觉 Turbo 这样的感觉 它后期是很快的 就是一踩的时候 就是开始 你听到声音 然后一上的时候 它开始上的时候 就开始有那个感觉出来 去过来的 而且我上highway的时候 因为我每次 十人半来回嘛 有时候我驾到去摆气了 我feel不到 原来是已经是快了 这样的感觉 那个车还是很滚 然后也不会讲太吵 还是什么 而且我不是特地去的 不小心就这样 不小心 那这辆车 操控方面 你对操控方面有要求 你觉得这辆车开起来的感觉是这样 操控方面 没有讲很专业 但是可以讲 我feel到的就是 蛮平稳的 如果走平路那些 highway那些是很舒服的 但是比如讲转弯的话 可能毕竟是高车的 对 毕竟是高车啦 所以转弯的话 我是不敢 踩多一点油去啦 不敢太过快 因为会感觉有点 对 就有点侧倾 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一方面其实这个CRE 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就是它的这个悬挂的设定 是比较软一点 比较偏向舒服啊 所以你开这辆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辆车很舒服 可是过弯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稍微比较软 所以就会没有那么多安全感 就会放下来转 对 不过说法这辆车 我觉得 我有开过啦 我是觉得这辆车 so far 如果以日常代工来讲 其实它的这方面表现是算是很ok的 对对对 很ok的 而且 油耗方面也是可以啦 油耗怎样 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的油耗成绩 normal 我现在 因为现在油价比较便宜嘛 所以我打满大概是 90 出这样子 之前是130 135这样 for SUV 这样的车 我觉得是ok 不会太贵 你有算过就是这个130大概走多远吗 多少公里有算过吗 550这样啊 550这样 等一下 是450还是 550啊 550啊 都挤ok一下都不 啊 但是我看有些人可以上到600那种 我没有啦 所以我是讲也不会太深 也不会太 会让我觉得很贵这样子 嗯 一方面每个人驾驶习惯不一样啦 嗯 这辆车你开了一年这样啦 它有给到你什么问题吗 嗯 问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只是讲 我有试过就是 因为这个是车头嘛 然后车后面 有时候我们 讲话会 lean on it 这样子 然后 这样大辆车没有想到 一躺下去它 一声 吓到我一下 就好像有点软 车身啊 因为它后面是这样 比较 bulky的 那一 side 就好像有点软软 这样子 然后我就用手机按 这样软的这一把 吓到我一下 就这样不了啦 基本上没有 问题是没有太大 哦对对对那个 gear knob那一边 gear knob 我之前就看review是 讲有问题嘛 我的是没有出问题啦 不过很粗糙啦 这个东西 手感方面是 对有时候我 刚开车的时候 我要把它拉下来 我不太敢拉 因为我感觉很硬 我都怀疑我自己踩着 brake 有很 像硬车这样子 很像我 miss了一个step 这样子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边会有点粗啦 OK 那就是这两个问题吧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因为我是有参加那种 CRB Group 他们是跟我讲 Fill Balm 是有问题的 然后 我是 真的是相信啦 因为我之前City 是不是 就是有 也是遇过这个问题 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哦 OK 所以我打U 就是不要 去选 比较 要不要小心一点 对 那这方面其实 刚才我们也是有说到小西 就是Honda Malaysia 已经公布了 就是他们有 做这个造回活动了 就是Record Campaign 所有 不是所有啦 就大部分的这个 2018到2019年的 Honda 车官 都在这个受招行业里面 那如果你是Honda 车主的话 好像我觉得Bernard 你的车应该也是 在这个List 里面啦 应该也是啦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自己的车 有没有受招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到这个 Honda Malaysia 的官网 去 Key in 你的这个 WIN Number 然后检查看你的车 是不是有被Record 那这次的这个Record呢 其实就是换这个Fuel Balm啦 我相信他们这个Fuel Balm 应该是有做了一些改进 OK 那接下来 Bernard 我还是要依照灌力 问你一下啦 你这台车的保养费用 大概在多少钱 通常都是在300多左右啦 目前没有太大的费用 都是在300多这样的Average 然后它的Service是 我不懂别的车是不是这样啊 因为你普通 你会跟着好像 1000km了 你就要去 1000km就要去 所以那个是普通的Service 但它还会另外出一个 Service Engine Oil的 它有分A turn B turn 所以如果你是在 那个 Normal Service的时候 你去了一轮 然后那个Service A才出来 然后你也是照样 要拿进去Service你的车 所以感觉就比较 感觉就好像Service比较多次这样子 嗯 这个我相信应该就是 那个Engine Oil Detector 就是它侦测到你这个 机油啊 你的黑油啦 需要更换了它就会通知你 然后你就要回原厂 去换黑油 然后过后 到了你的这个 真正的Service Interval的时候 你要再回去保养回车 对 而且要博了 希望它在 那个红灯呢 希望是在 1000km 的时候 就刚搞一起出啦 就一次过 就不用这么多 一次过Settle到嘛 那平均都是三四百张啦 对的对 那我们在这里也是 顺便就列出这个 Honda CR-V 的保养的费用啦 它的这个人工价啦 是75块一个小时 那 这个Bernard 给我看的这一张呢 是1万公里的 它的这个Total是95块4 那这个人工大概是在 这样的这个价钱啦 嗯 那Bernard 你 你去了这个Honda Malaysia 他们这个Service Center 保养车啊 保养这个车子啊 你对他们的这个服务方面 你觉得怎样 有什么感想啊 我觉得是很nice一下啦 他们的车 但是不懂啦 因为可能 因为我是住在 Oakland Road那一区的 OK 你是去那一区吗 我的家隔壁就是 那个Honda车厂啦 哦 所以我每次就是去 连appointment都没有做那一种 直接walk in啊 直接walk in But Oakland Road那边是很多人 超多人的 但是我都是8点这样就叫做 哦早早就过去了 8点9点 因为很靠近吧 然后就放着 然后就去做工一整天 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 很尽量的安排了 就会看到 哦你这么早来就给你一千咯 尽快给你 啊 不会讲 真的是 放整你一整天 然后就是可能到了很迟 就可能不会 可能就很stick to 那个law 就是讲 哦你一定要appointment 你才可以进来这样子 他们没有啦 他们会看情况这样子 嗯 嗯 那说话你的车通常多久 就好了 他们有call你吗 呃我试过最快的一次个9点放 11点他就call我了 哦 OK啊不错啊 比walk in 来讲这个速度算是蛮快的 对对 我还心想这么这样快哦 我还没做好我那种事 哈哈哈哈 那Bernard 我要请你为这一台车 评分下啦 顺便分享一下你对这台车的整体表现 满意不满意 满分是多少 满分10分的话你给多少 满分10分啊 嗯 呃 应该有8分这样子 8分啊 我是蛮喜欢这辆车 嗯 然后 因为他我要的东西他都有了啦 比如讲那种 他的全LED的 前面那一种 LED灯 因为他头灯很亮哦 我每次会不小心惹到人家 太高闪还是 我不懂哦 他们就是会闪你高灯之类的 哦有时候要闪我高灯 然后有时候我去parking 因为我们 我是auto的嘛 嗯 等你按了他就自动开 我都没有特地去闪高灯的时候 我要parking 然后就中卖了 我就会这样关 没有啊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白灯的关系 所以就 可是很美的 对很美 可是也比较offensive 因为他有时候突然这样开车 就很像闪闪上 所以人家就可能 哦可是我又不是特地设他啦 他就无端的设回我 幸福你哦 这方面是有点严妄啦 是啊有点委屈 不过你觉得这台车 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可能你觉得有些 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比较plastic的地方 要去弄到更premium一点啦 因为这辆车都 其实是很ok了的 只是讲 比如讲gear note 那一些 因为你看它 dashboard 那一些 那种木的材质 它的风险那种 都已经是很高级了的 然后就不要随在这一点的地方啦 是啊这种小地方 如果可以改进的话 可以改进的话是更加好咯 对 不过你给到8分 所以算是很满意这辆车 我觉得是很满意的 因为那种 怎样讲都是一些 只是我们分享一些 比较细节的东西啦 但是影响是没有很大的 我那看你给这个CRV的评分都这样高了 你下一辆车 你还会再考虑很大吗 我首先我要讲 我是很喜欢的那种design 那些是蛮前卫的 但是如果你问到我下一辆车 车的话 人要向上看嘛 所以我希望是continental car 比如讲 MERS啊 CPM啊 而已哦 你不是这样呗 我是啦 所以我也是觉得你可以 有眼看的 所以我会觉得 OK啦 不是讲Honda不好 是因为 能的话就 对啦 就是一个进步的一个 推动力啦 所以你会 会喜欢upgrade MERS 有没有特定一种啊 对 可能双门跑车还是什么 对 还是你是追求空间 这样又没有啦 我是喜欢Premium罢了就可以了 对我来讲 可能 C200 300 这样子 就OK了 我觉得可以适合你的身份 就是那种 人生胜利主 不是 就是我 我不是那种 会 要那种超跑啊 还是很夸张的那种啊 因为我觉得 不可能啊 嗯 我会觉得 有C200 都已经很 很好了 有那个 logo在 8分嘛 CRV 2分 就是可能那个 logo 就是那个饭盒 你知道吗 饭盒可以想办 那你们觉得 Bernet 适合C200吗 如果觉得适合的话 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顺便帮他选自驾车啦 没有啦 我们现在快乐 消灭 一年卖了 OK 这个影片 我觉得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啦 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 这个TecNIF老板 帮这个Bernet加新铁 给他买这个C200 OK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赞同啊赞同啊 OK 老板听到了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也想买C200 OK 所以我是小明 我是Bernet 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再见 拜拜 五位 拜拜 大家 说明 咱们